因为过去张明清事件 其实高崇市长成局也在大陆公开保证 来台参加市运的大陆选手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这一番话是看在张明清事件主角 台南市议员王定宇的眼中 他是复刻成局的说法 但是随后也表示说这是有条件的 而这个停扁的扁友会会长黄永田更是说 只要见到五星旗 他一定会拿着国旗去和大陆冲突 和成局的保证似乎有着不太一样的态度 成局出访大陆时保证大陆选手来台绝对安全 不过去年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来台 却被市议员王定宇呛瞎兴起风波 对大陆执意选手来台的安全 成局在罪案挂保证 王定宇也复刻成局的说法 我们保证所有的选手到台湾他的安全 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欢迎各国的人来到台湾 当然包含中国的运动选手 所以他们的安全我想不用担心 但是王定宇是有条件的保证 他说要是有人亲门踏户 他还是会不客气 但是你不能来温道 还喊说我们家是你的 然后还侮辱我们家 那将来我们家我们当然不欢迎就请出去了 不过市议员会必定碰触起个问题 独派的黄永田就预告 一出现五星旗 他绝对会拿国旗回响 虽然陈菊对大陆选手承诺安全问题 但是听听独派人士的说法 极可预知一场生雨欲来的政治效应 今天新闻赖冠张 SNG小组台南报道